这两天忙着搬家 从老五搬到太古 今天下午呢 有一个中国的商人 帮我用微信转账 换了给太租 我感觉到 他非常急迫 把当案的人币 转移成太租 我亲眼看见 他在查询 汇率的变化 整个这个过程中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非要 急迫 把人民币资产 转为其他币 其实这个问题呢 最近一段时间 被吵得很热 我见到了无数 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 金融专家 在探讨这个问题 他们始终想搞清楚 人民币什么时候能破期 预测两年来 能跌到什么位置 作为普通的这个老百姓 我们其实对金融 是一窍不通的 我以前其实谈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说的还不够 我看到经常有人 发表自己的见解 做一些预测 他们的总的观点是一致 就是人民币资产 它会有奔盘的能力 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的货币 几乎都是以国家信用来背书的 人民币自然也不利害 探讨人民币能跌到多时候 什么时候会跌 对未来的展望 这一类的文章相当的多 但是我觉得始终 他们就没有把一个 现代货币的本质 把它放到桌面上 我们知道从1948年 中国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建立开始 那么人民币的发行 在全国就占了足道地 70年来 我们见到了无数次的变化 很多人都在谈 最近这么十来年 人民币天亮的往社会上去放 放到什么地步呢 总有人去拿它的美元 同期印花的美元 去做比较 其实美元也好 人民币也好 它的本质 并不是货币 而是一种倦 人民币是我们 与整个世界 进行物资交换的 一个基础 一旦中国的经济出现问题 国际社会不再认同 这个国家 经济还会稳健的发展 那么人民币就不是暴跌的问题 而是它是不是有 在国际社会中 继续存在的问题 其实呢 人民币如果出现暴跌 最应该担心的 并不是中国的民众 而是各国央行 已经与人民币 进行货币交换的 这么一些国家 他们会在第一时间 要求中国央行 以当年 交换储备货币的 本质 黄金 或者是其他硬通货 来交换回 他们当年 所存留的 人民币 这个问题呢 我想用不了太久 因为人民币 如果它的币值 在汇率转换中 出现大的波动 这一天 就像很快到来 当年 与人民币进行 等价交换 作为储备方式之一的 这些国家的央行 他们后面都有 本国政府的决策 在国内的民众 其实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汇事 即便不存在 人民币 在中国境内 还想长期出来 伴随着这个政权 一直延续下去 直到它的崩溃 我们要知道一点 现代货币 它在国际交换中 一旦失去地位 它就只能在 本国发行 中国如果出现 闭关锁国的现象 那么他们会在 第一时间 关闭回事 你即便险上 有点快会 也只能当画画看 如果你出不了境 怀必其罪 就很快 会在现实上出现 其实这种情况 文革的时候 已经出现过一次了 可能不久的将来 但还会出现 那么许多 研究货币的这些 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 或者金融专家 他们不太愿意说这一点 因为说这个问题 一来 民众不太容易接受 二来 它涉及到很多 经济方面 金融方面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估计也没有一个 所谓 总流的声音 我原本一直不想 说这个问题 其实要不想把它说透了 很难 不说金融领域内的一些 专业名词解释 首先 这个预测 就会很大胆 这是一个 以本商人的方形 不仅仅涉及到这个政权 也涉及到拥有人民币 这种货币的 每一个持有人 我们知道有很多 金融方面的增加 他们在探讨 人民币贬值的周期 或者说人民币 什么时候 能够贬到哪一步 他们始终的不愿意说一点 一旦中国与外国世界 这种沟通 在大范围内被关闭 人民币其实就不准 在国际价值 中国历史上呢 出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 从胶子的失信 宝钞被烂发 法币一再抗战期间 一再的贬值 金融圈 金融圈十个月里崩溃 历史上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 其实它迹象 也要发生 现在保留人民币 作为准备方式的民众 没有更多的选择 去年我还曾经谈过 尽可能地去换一些美金 去买一些黄金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呢 市面上的黄金 流通的并不多 因为国内不太通行美金 所以你不太容易换到真的 从理论上来说 现在最好的打算 是尽可能减持手上的现象 换取更多的资产 资产是唯一能行得通的道理 至于换成什么样的资产 房产 粮食 物资 那么只能看个人的造法 人民币呢 走过了七十年 给我们带来很多 令人伤感的故事 我相信 作为一种活的活 作为一种可以 不说全球兑换嘛 就是我们在周边国家使用 曾经兴盛一时的 这种货币 它即将要走入临时 我们知道有很多货币 它是随着政权 随着这个国家的经济 进入快速的部落之一 1991年 1991年解体的苏联 他们发生了鲁骨 就经过了这个过程 大多数人测算过 得到相对一致的看法 是从1991年到2000年 这十年间 无故贬值了三万倍 这还像一种货币吗 我曾经说过 1991年 你拥有一千万无故 就相当于一个小号的 美元资产的千万付 从官方汇率和黑市的汇率来算 一千万无故 大约价值625万美元 到900万美元之间 仅仅十年之后 同样的一千万无故 只相当于325万美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因为无故 它也是一种 以国家信用背书的一种券 它本质上 是在国际交换中 作为物资交换的 一个责码 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崩溃了 或者说 人们对未来经济的 这种信念崩溃了之后 它很快就想失去了它的货币价值 不谈它跟废纸是不是一样 你现在看看 俄罗斯的GDP产值你就知道了 一万亿 仅仅相当于一万亿美元 不过一个广东每年的GDPR 为什么呢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它被低谷 因为我们曾经高估过它 因为我们曾经高估过它 人比经济出现的问题呢 也将会和它一样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 前疯百疙瘩 人们不再对它有信心 估计社会对它不再感兴趣 或者说 开始对它全面封杀的时候 破骨万人垂的现象 就会出现 不用再去研究这个货币 它最终的币值能够达到多少 你只要搞清楚一点 经济已在温溃 随着这个政权的坍塌 人民币 最终走向历史舞台的时候 走向结束的时候 它会淹死所有